中國局面總議員都轉發表現支持 那委員就叫修法改思台灣犯罪條文本質 而且是不是已經有四個草案了 對 我們現在有提出一個外犯罪的修正 那大家都應該知道刑法 外犯罪本來它是一個定義非常的模糊 然後它刑責又非常的重 所以導致法界在使用外犯罪的時候一直是不敢使用 但台灣現在在這種兵凶戰危的時候 中國的威脅與日俱增 我們對於中國的灰色地帶應該要有相關的法令規範 那前陣子有很多藝人轉發這種解放軍 相關的這些要針對台灣要消滅台獨的用語 對我們來講這當然是危險 但當然我們一方面也承認 藝人他要去中國發展那是他個人的自由 所以如何在這個之間取得橫評我覺得是重要的事 那目前我們想像是中國的灰色地帶作戰就是步步進逼 譬如說他現在是請藝人轉發 那下一次如果是政黨代表轉發呢 又或者是地方政府的人轉發呢 他會一步一步會有更大咖的更重要的人士轉發 那這樣的一直下去 如果我們都沒有任何的這個應處的話 一定會出現問題 這也是為我們修外套最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有四種不同的型態 針對台灣的不管是公務員 譬如說軍警 退休 人士等等 一些退休的軍公教 最主要是軍啦 退休的軍應該是沒有公跟教 然後呢 在他們去做這些灰色地帶行為的時候 不管是去承諾作為跟不作為 或者是承認他國的中國的統治權 又或者是協助他行使公權力 這幾個心態 我們都應該認為放到刑罰裡面 應該要予以處罰 那現在委員長立委就是說 這樣子是不是代表說在走向戒嚴 好像現在是台灣人民的言論 台灣一直都有外犯罪 但台灣呢 早就已經不是戒嚴時期了 國民黨真的才是行使戒嚴最主要的這個首謀 大家不要忘記當時的刑法100條在使用 這個政治犯呢 都是國民黨搞出來的 我們在一個人權保障的國家 在民主法治的國家 我們應該要由人權保障的方向 去看待我們的國家安全 所以不管是我之前講的 立委去中國要登記 請問立委去中國要登記 又不是不能去 你只是要報告行程而已 作為一個公務員要報告行程 這個難道叫做戒嚴嗎 如果你今天一個立法委員到中國去 結果你見了統戰部的人 然後你今天做了一些統戰行為 不用跟國人報備 結果現在法律跟你說要報備 這個叫做戒嚴嗎 如果你今天去跟中國簽了和平協議 結果把台灣賣給中國 導致台灣被血洗 導致2300萬人民的生命的消失 我們說這個要管 請問這個叫做戒嚴嗎 如果今天有軍官去跟中國簽了協議 簽投降協議 說答應如果今天戰爭爆發的時候 我在這邊我不會動作 然後我們說這個必須要處理 請問這個叫做戒嚴嗎 所以國民黨請不要再搞這種無聊的文字遊戲 不要自己搞過戒嚴的人 只要看到別人有提出任何的法律規範 就說別人在搞戒嚴 這個不只是法盲 這基本上已經等於是文盲